在线水花消失术 全红产未免夺冠 陈玉希摘盈 赛后扑进陈若霖怀中 师徒双双痛哭 三年长高7公分成练带她出低谷 只有陈若霖知道 当地时间8月6日 巴黎奥运会跳水比赛 在水上运动中心继续进行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队选手全红产成功未免 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五连冠 陈玉希获得银牌 中国跳水队在本季奥运会 已收获五枚金牌 赛后 全红产抱着教练陈若霖 激动落泪 北京时间8月6日晚 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 在巴黎水上运动中心进行 中国队全红产以总分425.6分的成绩 获得金牌 中国队陈玉希获得银牌 全红产成功未免 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巴黎奥运会获得的第22枚金牌 女子十米跳台比赛 共有12名选手晋级决赛 中国队全红产和陈玉希参赛 两名选手在此前的预赛和半决赛中 包揽一二名 顺利晋级决赛 决赛每名选手进行5跳 根据半决赛成绩 全红产第12位出场 陈玉希第11位出场 第一跳 全红产丝滑入水 水花消失数在线赛场 全部裁判给出10分 得分90分 全场欢呼 第二跳 全红产再度出色发挥 拿到84.8分 总分排名第一 第三跳 全红产出现小失误 得分76.8 陈玉希得分89.1分 总分排名全红产第一 陈玉希第二 第四跳 全红产和陈玉希都选择了 207C动作 全红产拿到92.4分 陈玉希89.1分 最后一跳 两人选择再度相同 都跳了5253B 两人都获得了81.6分 最终全红产以总分425.6分的成绩获得金牌 成功未免 陈玉希以总分420.7分获得银牌 朝鲜队选手金基燕以总分372.1分的成绩获得铜牌 全红产获得的这枚金牌 是中国跳水队巴黎奥运会获得的第5枚金牌 全红产也成为季服名侠 陈若林后 又一位至少两次获得奥运会女子十米台冠军的中国选手 中国队在该项目已实现五连贯 此前 全红产和陈玉希 参加巴黎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跳台比赛 夺得金牌 赛后 陈玉希一个袋鼠抱将全红产抱在怀里 一路抱着离场 全程还俏皮地对着镜头打招呼 这次比赛结束 两位抱懒金牌的对手又抱在了一起 不仅如此 当全红产抱完陈玉希后 奔向教练陈若林的时候 全红产紧紧地抱着陈若林哭了出来 陈若林也流下了泪水 过去的这三年 陈若林和全红产师徒都遇到了困难和烦恼 全红产因为身体发育 导致她的动作无法达到之前的效果 她长高了7公分 体重也增加了 多次跳207C时出现失误 是陈若林一点一点帮助她分析技术细节 重新找回了当初的跳水感觉 因此 在本次巴黎奥运会上 全红产能够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 值得一提的是 全红产打破了前辈福明侠的记录 以17岁131天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上一个在这个项目奥运会未免的 正是她的教练陈若林 那还是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本季奥运会 陈若林作为教练带领全红产拿到了两枚金牌 教练生涯取得辉煌的开局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只有她跟陈恋知道 这个周期挺过来是多么的艰难 恭喜全妹未免 产宝能挺过这个周期不容易 乐乐也是好棒 为什么不能有两块金牌 确实不容易 全妹的身高对比东京感觉涨了好多 对啊 发育期太不容易了 这三年也从没有下过400分 都是努力的结果 陈若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练 更是一位曾经的五金王 在运动员时期便已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退役后 她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培养新一代跳水运动员中 全红产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 陈若林以其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 为全红产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支持 在训练场上 陈若林是严格的教练 而在场下 她则是全红产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 有一次 全红产在训练中不慎受伤 陈若林立刻冲上前去 不顾一切地将她抱起 眼中的担忧与心疼异于言表 之后的日子里 陈若林更是日夜陪伴在全红产身边 确保她的康复 正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全红产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全红产逐渐在赛场上展露头角 甚至有了超越师傅的趋势 但陈若林对此毫不介意 反而为徒弟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一次采访中 当被问及是否已在跳水领域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时 全红产谦逊地回答 不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 始终是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教诲 没有师傅 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日常的相处中 师徒二人之间的对话 充满了轻松与欢向 全红产常常会开玩笑地说 教练 大家都说你是大美女 肯定有好多男生想娶你当老婆吧 面对这样的打趣 陈若林总是羞涩地回应 瞎说什么呢 我还有事 先走了啊 然后快步离开 留下全红产在原地哈哈大笑 在陈若林的职业生涯中 他从未获得过银牌或铜牌 所有的成绩都集中在金牌之上 如今 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自己的高标准 与全红产的实际能力相结合 帮助他在赛场上保持优势 值得庆幸的是 在师徒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全红产正一步步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无论是全运会上的出色表现 还是国际比赛中的亮眼成绩 都见证了全红产的卓越天赋 和陈若林的教学成果 在接受采访时 陈若林曾深情地说 我们每一位教练都希望自己的徒弟 能够超越自己 以代代运动员的接力 才能推动中国跳水不断向前 全红产则坚定地表示 有师傅这样的前辈指引方向 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一定会秉承师傅的教诲 为国争光 为了帮助全红产突破发育关 陈若林不得不加强对全红产的管理 严格管控他的饮食 增加训练量 那段时间 陈若林恨不得将全红产 拴在裤腰带上严密看管 只要看到不满意的地方 不管谁来都不行 我必须批评 作为奥运五金王 陈若林也曾经历过发育关 正因为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艰难 他才对全红产格外严格 我走过的弯路 不想让全红产再走一遍 我会以过来人的经验 告诉他怎么去面对 他将自己应对发育关的经验 轻能相受 耐心引导全红产前进 对他而言 在全红产身上 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教练很严格 但他是为我好 全红产说 2024年初 多哈游泳世锦赛女子十米台决赛 全红产战胜队友陈玉希 首次夺得世锦赛单人项目冠军 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全红产和教练陈若林拥抱在了一起 对于他们来说 这没金牌的意义无可比拟 在几次大赛错失冠军时 不少网友对这对师徒组合产生过质疑 认为陈若林耽误了全红产 而随着全红产重回巅峰 那些流言也不攻自破 这一切都是陈若林和全红产 一点一滴争取来的 在女性运动员发育关这条钢丝绳的终点 平坦的路就在前方 赛前 有人偶遇全红产和陈若林 发现陈若林的包里塞着全红产的小乌龟玩偶 对此 网友纷纷表示 陈教练 你就宠着他吧 师徒情永远让人动容 赛后 陈若林发文 恭喜全红产和陈玉希获奖 恭喜两个可爱的小妹妹 我的新偶像小红妹妹 在跳水的世界里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理念 在全红产和陈若林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他们的故事超越了简单的师徒关系 成为了一种如同亲人般的身后羁绊 这份情感 不仅是中国体育的精神财富 更为跳水这项运动注入了宝贵的人文底蕴 随着陈若林和全红产这样的接班人 带领中国跳水走向新的辉煌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段佳话 为中国体育骄傲